別忘了我老公 老公扣一下 我就愛吃醋 對啊 愛吃醋就被罵了 罵成這樣就不罵了 太慘了 完了完了完了 BBQ啦 真的BBQ啦 真的完蛋啦 有趣的人說 找律師要訴訟離婚 他是吃人說夢 離婚不可能 年前一黑色話片 腦婚變直播道歉 那媒體館狠唱虛偽尷尬了 你從來沒有穿過給我看過 這雙絲襪怎麼會穿過 然後全部捲在一起 在櫃子裡面 我以為 你昨天出去的時候 爸爸有沒有買一雙絲襪子 絲襪 有 有還是沒有 有對不對 黑色給你的 給我的 黑色的對不對 對 比較不立即 事到各位觀眾指板到啦 趕快臉懂絲襪可以換看寶嗎 直播主連前一二十號 因為質疑老婆娜美 外頭又小王 反被女方嗆聲 這種心素不正的公眾人物 就是要公諸於世 自導自然的心理變態 然後連千億也火了 這是我會給我老婆的一千萬 從沒虧待過他們母子三人 而沉沉刷十遍不要停喔 夫妻倆直接在留言區互思 要我繼續爆料一千萬的來源嗎 一千萬是入我口袋 還是你的咧 這一套一千萬怎麼來會想給大家聽 那天我剛才回來社會沒多久 嫁沒比高會啦 我乾爹打給我說 兒子來找我 明天會一千萬給千億 因為我乾爹 已經是一個七十多歲老人家了 所以我們就不要讓乾爹困擾 對話截圖裡連千億還說 我賣給你的全新未拆 你拿舊的來欺騙觀眾 下個禮拜你的業績一定遺落千丈 把你形象包裝得這麼好 你吃飽太鹹喔 阿娜梅也不甘示弱 連千億又一如既往 開始威脅人了 反正她還跟我借一百萬 要記得還我唷 我乾爹一條一千萬 我都可以直接請我姐 打到她的戶頭去 我就是信任她 請問她一條一百萬 哪有毒 結果連董印完馬上軟了 當晚在直播結識 當初是看到兩罐 類似飯店的礦泉水 又發現穿過的絲襪才會討媽 殊不知老婆氣還沒消 到面提管嗆下虛偽 不過志向去庫政事務所 趕快辦手續 迎來大票網友抱董吃瓜 還在氣頭上啦 沒關係啦 好好溝通啦 你幫我跟我們母親放一下 對啦 跟娜美講一下 不要生氣的啦 對啦 都 當我不對啦 都是我不對就好了 我不是怕 我不是尊重 那男生就愛吃素嘛 愛吃素我就問一下嘛 他就不理我 不理我 就故意給他拍影片傳給他嘛 他可能覺得說 我在懷疑他 你就解釋給我聽就好了 你講給我聽我就沒事了 阿嬤婆 傳頭嫂傳尾 但我現在活到快40歲 他是我看過 目前最好最好的一個女孩子 我這九年來 不管換哪一支手機 永遠封面就是我老婆 我脾氣不好 我容易失控 但我跟你講 我是真的是愛我老婆 很愛人 我也很疼他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幹嘛 來再多彌補他 馬上才還會有三十萬 你有點適合 對 不管誰對誰錯 男生就是先認錯就對了 我老婆 他從來 他就是一個不愛情的人 他唯一最大其實就是 人長太漂亮 身材太好就是這樣 皮膚太白就是這樣 這位女孩子 你懂嗎 找不到了 他本來就應該要 被我們捧在手心上 在我老婆面前 他很大 我很小 你懂嗎 他如果不離不棄 我必生死相依啊 懂嗎 有些人說找律師要訴請離婚 他是吃人說夢 離婚不可能 從我開直播到現在三十分鐘了 我沒有去講到一句 我老婆不好 我只講我老婆好的地方 為什麼 我常講 還是那句話 來刷一刷十秒不要久 刷一刷十秒不要久